大家好,我是Stan 2020年7月 出演恋爱时经秀 Hot Shigener 获得很多人期后 开启YouTube频道的Pak Jihan 因为被部分网友们发现 是于从价同一个经纪公司后 也引起了使用假货 人设等的争议 但是却被 哼哼打脸了 在出演Hot Shigener当时 Pak Jihan介绍自己是 日本Wazda.4年级的学生 现在为了进入医学专门大学院 目前正在医科大学院做实习 而之后网络上有谣言说 Pak Jihan的父母亲 正在经营8所医院后 Pak Jihan以兼备了颜值 财力、高学历 而收到了很高的人气 Hot Shigener节目结束后 Pak Jihan开始了 美妆时装YouTube频道 在有了18万多订阅后 最近也说想要挑战做自己的品牌 一开始 很多网友们都有因缘他的选择 但是在从价亚争议之后 有网友发现 从价亚与Pak Jihaner是同一家经纪公司 而且在Hot Shigener节目播放的时候 看似对品牌抱抱 毫无关心的Town 突然开始介绍了品牌抱抱 也搬到了看到汉江的豪宅 甚至Pak Jihaner介绍的Selena Sharnett抱抱 也被部分网友们质疑是假货后 很多网友们就猜测 这流程跟通公司的从价非常相似 Pak Jihaner很可能也是公司的富二代人设 学历根本就没有那么好 进而留言要求Pak Jihaner公开真正的学历 结果在今天 Pak Jihaner公开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跟成绩单 确实是在2016年4月进入的日本瓦塞达特 2020年9月毕业 只是在2020年报考的医学专门大学院 最终没有通过而已 整理一下就是Pak Jihaner没有造假自己的学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素人长得漂亮学历好又有人气的话 就一定会出现这些自卑的精神病酸民们 自卑感爆发的酸民们都证明了毕业证书 现在又开始说这里入学很简单 简单的话你也去去试试啊 你的自卑感为什么要散发到别人的人身上呢 去写在你的日记里吧试试吧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我觉得不是学历问题使用假货才是问题 如果不是假货的话就很干脆的声明就好了 比起学历假货才是需要解释的部分 虽然目前不知道Pak Jihaner使用的到底是不是假货 但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部分酸民们 就算证明了不是假货 也会再次转移攻击目标的 对于YouTuberPak Jihaner的人设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有一阵子在韩国演艺圈引起争议的 首先整个争议是这样的 韩国有个用GEN NIP做的小菜 而在吃它的时候通常会发生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要夹最上面一张的时候 常常会连第二张都一起粘着上来 所以自己家人在吃饭的话 会有人用手把第二张拨开 或者是直接吃两张 但是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吃饭的话 就需要别人的帮助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的男朋友给我的朋友 像这样帮忙夹住第二张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艺人们的回答 首先是妈妈某虚影 这要看情况 如果男朋友平时就是这么外向的人的话 就没关系 但是本来不是很外向的人 突然做这种行动的话 就会想用汤汁塔塔 其他成员们则表示不介意 突片吉诺表示 因为芝麻叶第一张第二张会粘得很紧 所以怎么想都觉得不可以帮忙拨开 而Seventeen 伯伦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必须要有什么反应吗 在那个情况 人活在世上 拨开芝麻叶这点事应该可以做吧 Espa Karina表示 很烦 他们自己有手为什么自己不拨呢 突拍突苏宾表示 如果女朋友不喜欢的话 我就不会做 但是我是不会觉得怎么样 伍者努杰表示 如果这两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人的话 是没关系 但是会有点吃醋 伍者李正表示 男朋友给别人剥芝麻叶什么的 我都不会在意 不就是个芝麻叶而已 伍者莫妮卡表示 我的爱人给我朋友剥开芝麻叶 我没什么感觉 反而是就那么吃两张芝麻叶的人更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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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